而接着上台咨询的先议员高晓晨 则是针对了卓西乡的观光产业发展困境 以及幼儿教育欠缺硬体设施的问题 要求县教育处尽快来协助相关文件的补墙 以及计划的执行 以降低乡内幼儿跨区就读的情况发生 高晓晨议员则是提出了卓西乡的观光产业 希望能够以农业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 以及幼儿教育欠缺硬体设施 也请教育处尽快协助相关文件的补墙 以及计划的执行 避免幼儿家长必须长途跋涉 将小孩送到玉璃镇就读的情况 是幼教部分 现在我们走去乡有两个学校 这个没有幼教 幼幼伴 就是主乐国小跟我们的罗商国小 因为这边的小朋友有非常多 但是因为教育的学前教育非常重要 那一般如果这个学校没有 他们可能要送到别的这个地方 可能路途遥远 有的家长 这个上班时间没有办法 所以把小孩子留在这个家里 有阿公阿嬷来照顾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求我们 县府这边赶快积极办理协助 这两所学校能够这个赶快成立优优班 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安心的让小朋友送到学校 让他们提早有学习的这个机会 这个赶上别人 另外就是我们大型农机的部分 因为在这个时候都接近收割的时间 那我们大型机器都会出动 各道机或者是这个在各道机的大型车子 那刚刚宣导短片里面有这个讲 因为我们农民大概有一些不太懂 不懂得到公共所去申请这个牌照 农用的这个牌照 农机牌照 所以先到我们这个农机的部分 农友部分 赶快到我们乡公所办理 这个搬运车 这个大型的农用机器 去申请这个农用的牌照 而他也希望在农忙时期 花莲南区的农友 在收割期间重型机具行驶在道路上 是否也能够请相关单位 给予宣导交通安全 以避免农民的重型机械 在农忙时期 造成其他用路人在行驶上的安全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